眼睛 然后就把孩子养大 把她抚养成人啊 让她在一个 父母不群的家庭里长大 就跟你一样 爸爸家住两天 妈妈家住两天 居无定所 放养成长 然后长大变成一个 对家庭对责任毫无概念 一个金玉其外的空虚先生吗 沈小飞 你自己刚才也说了 他是一个生命啊 我们不需要同情的怜悯 我们需要做的是 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 这样才有接待他的资格 懂吗 但是现在的你和我 都没有 有没有 妈妈特吃的 包菜 真喜欢吃啦 包菜起来 带上带上带上 妈 爸 我跟你们保证 我要混得不好啊 我就不回来了 不管混得好不好 都要回家看二老 我肯定混得好 早点混得 好 行了 又不是生死离别 今天这顿饭是欢送宴 你们别把气氛搞得这么悲伤 行不行啊你们 现在交通这么方便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我们三个人不在你身边啊 自己长点血 你们仨不在我身边了 倩倩在我身边啊 我长什么心啊 不需要 吃吧吃吧吃吧 杰森 以后你来 我们接 你走 我们送 但你要记住啊 咱们哥儿四个是一辈子的兄弟 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反正这路程啊 也就两三个小时 尝回来看看吧 好 肯定的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笑比哭还难看啊 不舍得就说呗 我当然舍不得你们了 我在上海待了十几年 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 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这一次 好像什么都没了 我记得大学咱们刚毕业那会儿啊 孤老二在学校里边当助教 小飞呢 商场里边当相授 那时候你找不到工作 就是今儿吃这家的泡面 明儿喝那家的牛奶 就这么把你养活过来 他哲学学啥了呗 其实那会儿我就 我就想回老家的打算了 我就觉得吧 我跟不上上海的节奏 但是有你们帮助我啊 我怎么舍得走啊 现在不是都老了吗 要面对肩上的担子了 成熟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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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这个了 反正我是要走的啊 那个 你们有什么要嘱咐的 就说吧 我就准备好了 洗耳恭天 你啊 就真的一不一个交言 踏踏实实地把未来的生活 过好就行了 顾老二啊 我觉得自从你放飞自我以后 说话越来越道理了啊 来 走一个 来 好好把那个店给攀活了 多挣钱一夜暴富 有空回来喝喝酒行不行啊 遵命 而且我一定让你分红 好不好 来 咱们哥四个这么十多年 一路走过来一步一步的 我们穷过 苦过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怂过 不管在哪儿 必须要做你自己 我 我接个电话 今天发生的事感觉 感觉跟做梦一样 过去这个在一起十多年 来 我真定受不了了 我觉得咱们就少说几句吧 其实说得越多 它越难受 不在一起 来 来 来 你这急的就不用一下了 冷的风 黑的夜 看又是凌晨三点 存了一整天疲惫 错过了末班车 把自己管个烂醉 反正我无家可归 也许我们 愿相信可能 拼到了随后 可能也只有可能 难道我们 是被世界抛弃的人 还在为了做梦一等再等 但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那天我们本来不想喝醉 但是最后 我们都醉了 我们醉在了十几年的青春年 他同BB机 小霸王 冲洗胶卷 诺基亚 还有很多很多过去的东西 一并悄悄离开了 曾经以为这些永远都会在 成为了一种习惯 但是一回声 只剩回忆 后悔有期 后悔有期 你别这样了 你之前去童雨那儿 我也没这样啊 两个地儿 又不是隔壁 能一样 倩倩 我知道你去追寻爱情了 可我还是舍不得你 你以为我舍得你啊 那天李杰森他就坐这儿 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我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要回徐州了 我觉得那一刻的他太脆弱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必须得陪着他 你知道他有时候特别傻 对不对 但是是个好男人 倩倩 我知道 其实不仅仅是他 需要你 你也需要他 我都明白 但是你婚人之间走了 我心里就是很难说 你说我们俩从小到大 分开过几次啊 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的 你明白吗 再说 再说 现在已经有那么好的一个人 可以照顾你了 我很放心的 可是你去那么远的地儿 我不太放心你 你好好照顾这些倩倩 就你最烦的 你再惹我哭 以后没有人让你哭了 以后没有人让你哭了 你看人多多说不来就不来 你们仨说了不来还来 你别总拿你们姐们 跟我们哥们比心不见了 他待会儿想来 哭晕了 来归来啊 今儿 谁都不许说伤感的话 知道吗 不是你也是了 说了还要待半个月的 干什么呀 着急走啊 行了吧你 就是你哄我哄的欢 撞人不舍啊 不 你可以出差啊 你走再回来啊 有必要直接走嘛 都暖子疯了 我差那几天了 你如果真的不舍得我 跟我回去 弟妹 到了那边有什么事 你就多担待一点 好好照顾弟妹 照顾好自己 多打电话 知道啦 咱们几个过几天去看她吧 那说好了 你们要过来看我 我等你们了 等我们过去看你吧 还没有见票的证合 请尽快见票 那个我还有最后有个要求 一会儿我上车了 你们就走 我也不回头 你们也不许回头 我可受不了离别的车站 行了赶紧滚吧 走啊走啊走 走了 我 我的心情 如同这列车 我想多停靠几分钟 却已响起钟声 只能远行 我知道 从我离开的这一刻 上海的李杰森已经不存在了 他和他的十多年 就像一场风吹过 什么也没剩下 我并非眷恋这座城市 而是想念这座城市里的人 我生命中什么都可以缺少 可以没钱 没背景 没出息 但只要有他们在 我就是那个完整的我 我们一路一起走过 但到此只能为止了 兄弟们对不起 接三车了 再见 别过来 郭先生 快醒醒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您就是郭先生吗 是的 我是您的编辑 奈西 小阳 您就是南丝姐姐啊 终于见面了 这位是 这是艾米 就是她把我的作品 放到你们阅读网上的 而且平时在网上 跟您对接的郭先生 其实就是这位郭先生 您的助手是吧 贤内助 果然是才子佳人啊 像您二位这样的夫妻档 在我们这儿也不少 琴瑟和鸣 舒服得很 今天请你们来呢 是想谈一下签约的事情 这份合同啊 是全职合同 我们阅读集团呢 想要响应政府的 文化发展大计 提升网络文学的水准 而您写的这个 郭先生的历史呢 是这个月在我们网站 最火爆的历史类书籍 我们想邀请您 录注我们网站 这个稿筹和奖金呢 您一个月的收入啊 按照现在的点击量换算呢 就能达到五万元以上 如果你们完稿了以后 我们会联系好出版社 如果你们的作品呢 能够成功地IP化 它的商业价值 您应该是知道的 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 而且我也是头一次 接触这种东西 您说的 如果想我全职做这个的话 其实我觉得 并不是太适合我 我写书的初衷 也是为了想教好学生 郭先生 叫您郭老师吧 我觉得教书育人呢 的确是人间最有意义的事情 不过我个人认为 老师您教一个班几十个学生 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但是您写书就不一样 看过您书的人 都会受到您的教育 这个数量是无限的 刚刚啊 我觉得有一句话 戳中了你的心 上课能教的人呢 是有限的 而书籍却是无限的 对吧 但是教书育人 这是我的职责啊 但是 按照命运的指引 去做更好的自己 不也是你的职责吗 喂 姐 什么快递这么重要 还非得我亲自守着 行吧行吧 我知道了 拜拜 那个 要不你陪我回趟家吧 我去取个快递 然后我们再找个地方 好好商量商量 好吧 怎么了 这原来上课呀 是站久了腰疼 现在坐得久了 这颈椎脖子老不舒服 那你平时在家 应该坐坐瑜伽拉伸啊 瑜伽 怎么拉伸啊 反正等快递再来没事干 我教你 现在啊 嗯 包一个 膝盖和你的肩脱宽 吐气 膝肌 快走 往前 勾 不 走 窄 瞎 aro 手放两下 来 三 二 一 起 快来 怎么样 好像舒服点了 是吧 你来休息一下 把你的呼吸潮进去 测身 测过来 你去测身 他会不会在那里 你去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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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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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喜 爸 妈 那小艾米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就是那个快递啊 来吧 智能交通系统 第一次戴帽演示 开始 老大 按照您制定的计划 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就是现实交通的一个缩影 这些屏幕上的小黑点 代表现实交通世界的每个个体 现在我们启动我们的智能交通系统 给这些个体发出指令 红线是指定路线 而红点代表着最高速的制定位置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这是指令系统起了作用 实时监控的雷达 隐藏在道路之下的制动坐标 系统发出了准备命令 让他们有了规则 当然 如果道路上出现不可抗力 比如说车祸 那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地检测 然后迅速重新地给出 最合理的规划 红叉的位置 是我们模拟的交通事故现场 它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 事故处理方案 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 无论是道路救援 车辆损耗 还是医疗的紧急方案 我们都可以通过 智能交通指令来解决 以前的交通 就是一个二维世界的墙 但是我们 可以把它变成 三维世界崭新的路 太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呆梦 已经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前瞻性 我马上跟腾飞网络联系一下 把呆梦传给她 小光 请你原谅阿姨有点唠叨 主要呢 艾米从来也没说过她谈恋爱了 我们呢自然有点担心了 所以呢 就忽悠她说送快递 其实呢就是想来看看她 那也顺道看看你 你是做什么的呀 大学副教授 副教授 是的 我在本校读的研究生 后来就留在了玻璃大学 在历史系做老师 而且 不仅是我们学校的讲师 郭老师先下之续还会写作呢 他的书在晚上特别火 回头出版了给你们玩回送一份 那个 小光啊 你别怪我们意外啊 我们家艾米这丫头啊 从来在这方面 没有跟我们好好说过 你呢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见 所以啊 我们就多问了几句 你别见怪啊 不会不会 我能理解的 我们家是杭州的这个你知道啊 本来艾米毕业的时候呢 是想给她买个房子的 但是上海这两年的房价 一直涨一直涨 现在都已经是好高好高了 对了 你买房子了吗 三足了啊 你呀 多吃 大人说话少插嘴 乖 我以前买了一套小的宜居室 贷款买的 你这个又要还房贷 还要生活 还要孝敬父母对吧 够不够啊 其实够的 除了一些积蓄 我每个月还做理财呢 爸妈 别问了 菜都凉了 吃 谢谢 你也没问什么呀 我们就是跟小郭聊聊天了 谢谢 吃饭吃饭 姑娘 都 都你喜欢吃的 你多吃点 对 我认真和你说 她不行 怎么不行了 这都笨四了 足足大你九岁 这不是开玩笑吗 什么开玩笑 都什么年代了 而且当时 你跟我爸在一块 他们不还嫌 我爸比你年纪小吗 最后爸爸不还是一句 女大三抱金砖 就把你娶回家了 别的不说了 这好好一个老师 还 还要写什么书 这让我觉得更不踏实 他要是不踏实 妈 我跟你说 这世界上就没有 踏实的男人了 而且人家写书怎么了 他的书在网上点击率可高了 特别特别火 火 火还要还房贷 这条件也确实太一般了 你呀 我只是希望你找一个 有房屋带事业稳定的 行 那您希望您找吧 反正这个事 你跟我爸商量 你找不找了 你俩说的算 我是不找的 不是妈唠叨 你还小 离你现在和她 确实不是特别合适 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 不说了啊 只要先宝贝闺女喜欢就行 闺女 来 带爸爸看看 你再配缺点啥 来 三十九天 十二星辰成立一个月 你给了我一个奇迹 我会把这个戴猫 上集团内部高层会 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推广 对吧 可是这么快就要上会吗 你现在改变的是整个交通体系 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设定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划时代的革命 这需要各大公司 交通部门 甚至政府的资源 去指寻你下一步的推荐 我倒有一个提议 在下周 上海会召开一个 亚洲智能科技的大会 我想把这个提案直接送上去 一旦获得认可的话 那我们这个项目 将会成为政府和全社会 最关注的项目了 好想法 稍微等一下 我觉得咱们现在这样 是不是有点太操作过节了 因为现在整个的项目 它只是一个概念 戴猫呢 它是一个提供思路的一个方向 还不够成熟啊 童云 你要相信我和高总的判断 这个项目 绝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 是一个需要全社会 共同关注的革命 我们扩大了影响力 就是扩大项目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得到的收益 是你前所未有的 高总 我回去整理一下戴猫 随后传给你 你之后就爱一样 好 你过来一下 干活 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啊 我知道你想保护十二星辰 但是这次机会 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不是太重要 你不能拿一个戴猫就上会 这不开玩笑吗 童云 现在我们是公司化的运营 不是科学实验室 我们不能一切从项目出发 不是 我知道它不是科学实验室 但是我不想像其他公司一样 拿一个想法就出来博人眼球 你懂吗 这怎么能是博人眼球呢 我们得到认可 我们才有更多的资金进入了 眼里只有钱是吗 对不起 刚才用词不到 你眼里怎么可能只有钱呢 你眼里只有我呀 你相信我吗 不相信 你相信不相信我 童云 你要相信我 这次的选择一定是最好最重要的 资金对于我们来讲 是公司的运营 也是你项目的支撑 你相信我 这一次 指挥队不会错 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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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那么多人看着呢 看着怎么办 好久没有好好报答了 我最近也是太累了 这脑子跟浆糊一样 刚你没生气吧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这三十九天了 你也没有好好休息过 还有啊 金刚不能总放在姥姥家 你有空还是要去看看她的 你报够了没有 报够了 报够不够了 但这还行 外面都是人 别闹 闹怎么样 电影充满 继续工作 占我便宜 等下吃完了之后啊 还要回公司加个班 你先回家注意安全啊 没有您我睡得着吗 等一下一起回去 你陪我加班啊 嗯 吃点儿 童雨 李萨 好巧啊 是挺巧啊 好久不见二位 可好啊 还可以 我也听说了 你们的十二星辰 获得了腾飞的投资 恭喜 您千万别恭喜我们 这我们受不起 为了不让你踩死我 我必须要更加努力 你看你这玩笑开的 咱们都有得努力啊 改天请你们吃饭 先走了 真懂胃口啊 真懂胃口啊 好啦 是不是都没吃饱了 饱了 你们不是都已经下班走了吗 我这不是有一个此程序 要调整一下吗 是吧 我就不在这儿当电腾泡了 我先忙啊 加油啊 好 乖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着自己热爱或者纠结的事业 有着那有些不安却不足以自由的存款 有着陪伴左右却不知未来的那个女人 也有着能随时激昂自己 却随时会将你吞噬得重重压力 但无论如何 他们为了爱 为了心中的梦想 他们一定会燃烧自己 全力以赴 永不停息 好了 我又检查了一遍 没什么问题 那我现在把这个展示 送到组委会去 童总 恭喜 辛苦了 代表十二星辰 感谢 我这么辛苦 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童总 许总 外面为先生找您二位 说是您二位的朋友 去看看 去看看 李公啊 童公 许总 不对 现在应该叫童总了 好久不见 你真是希科呀 我刚才在园区办点事 看到你们十二星辰的牌子 知道这是你们的公司 过来看看 拜访一下老朋友 欢迎 我带你去转转去 你不是有事儿吗 我带李公转转 好 去忙吧 你们公司还真的 跟别的公司不太一样呢 对对 我也去过这么多科技公司了 讲真啊 你这儿的运营的理念 确实让我光目相看 无论从内部气氛 还是这外部的环境 都跟别的公司太不一样了 本来我就是来八卦的 没想到收获的可不止是八卦呀 童工 祝愿你 越来越好 我真心地希望咱们大家 都越来越好 以后没事啊 经常过来坐坐 你不嫌弃我就来 我嫌弃你什么呀 你要是哪天离职了 我还非常欢迎你加入了 那我得考虑考虑 这是我们项目的展示 您收好 两位哥哥 这合同我看了两遍了 不用这么让您再看一遍吧 不是 这是合同 怎么可能看看就行了 你看啊 你这个十家分店的要求 在合同里边 是一个硬性指标啊 我觉得不太合适 确实不太合适 一个月内 硬性规定开十家分店 那质量怎么保证啊 这个 你补充协议里边 还签个对赌协议 十家分店一年的利润 要达到三百万 三年就要达到一千万 如果达不到 就要要求 以防相应的股仙图 这个赔偿也不合理啊 不是 你看啊 这么算啊 就现在这家店 半年三十万 一年就六十万 那十家店同时开 一年六百万 好 我承认 肯定是有风险 就打风险百分之五十 那也是三百万啊 保底啊 可以的 你怎么能确保 每一家店跟这一家店 一模一样啊 那是杰森的事先进 杰森只能保证 徐州一家店 兄弟们 我回来啦 你说晚上 我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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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就是回来参加比赛来的 怎么着 失望啦 是不是想我想的热泪盈眶 差不多算了 回来吃了 我都困了 回家了 回家了 你你你你你 我这刚来呢 开玩笑了 你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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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 谁叫你回来 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 我告诉你们 我这次回来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比赛可不容小事啊 冠军是二十万 那钱呢 万一你要比赛一日游 什么军都没有 还打两张火车票 不 四掌 你闭上你这乌鸦嘴吧 人家同了都说了 永远离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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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离离离 懂不懂 来来来 坐下来坐下来 还有事跟你们商量 来来 快快快 什么事啊 你还知道有正事啊 徐州那边的分店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分公司注册的情况 都在稳步进行中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 不是这事 我就是觉得吧 我最近的状态特别不好 自从我回了徐州老家 每天无所事事 我以前的激情 斗志 全部都消磨没了 所以我回来呢 除了是要赢奖金 我还想调整 调整自己的状态 明儿比赛时间 中午一点 你们仨来不来啊 来啊 我还想调整了 我特别累啊 忙了一个月了 一直没有见他金刚 就大样小家伙了 带他去海洋动影 艾蜜的父母啊 明天要来 他们想要在这边逛一逛 你说我是不得陪着吧 我跟吴总约了去嘉欣看分店的事 这你们仨这 那不来就不来吧 免得我比赛看到你们仨我还紧张呢 你比赛什么时候结束 一个小时两点就结束了 那行 这么早 咱结束了这个剧呗 好啊 喝点 行行行行行行 撤了撤了撤了 拜拜 这还有话给你们说 今天晚上结束吧 明天你们去啊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我就刚回来 别喝别说 这哥仨什么情况 走就走 正好明儿比赛 我临阵磨枪练习练习 回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心突然暗定了下来 这个月的浮躁 无聊 纠结 似乎全部消失 而我心里有一种力量 忽之欲处 让我的每个细胞都活泼了起来 这是我最熟悉的那种感觉 我李杰森回来了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紧张 我李杰森的字典里有这几个字吗 臭屁 你跟你那三个哥们学点好行吗 弟妹 你这背后说我们坏话 这可不太好吗 你们三 你们不是不来吗 你们不是不来吗 你的人生大事 我们怎么可能不来呢 就是啊 这万一要是我们不来 说不给你动力 这万一输了 这国背不了啊 可以啊你 我们是过来给你个惊喜 怎么样 也孙叔叔 你可别让我失望喽 好的 小金刚 叔叔一定给你拿回来 二十万奖金好不好 来 聚个气 来 金刚 来 上 上 上 加油 我们的六六号拳手好像出现了事故 请抓紧时间 你真的去听从一个蛋糕师傅的话 而不相信我 你等一下 这怎么可能呢 你太着急了 他太想向制动科技来证明 我们两个是可以的 他还有时间犯着 还有时间胡闹 可你呢 你还远吗